嫁給了國修 我就想啊 我嫁給一個編導 我一定有最多的戲可以演 哪曉得 屏風一成立 拉班走唱 顧前顧後的做所有的行政工作 我哪能上台演啊 我也常念著國修 怎麼你就為父親 母親 兒子 女兒 甚至兒時玩伴都創作了作品 就沒幫我寫一個呢 在楊麗英知道這個消息 她非常的讚許和鼓勵我 她說 王月啊 你就是屏風的二堂啊 是你一直在當家 來看一下 好 看一下右邊的美女朋友 好 來 月姐分享一下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屏風27年發表過40個作品 開過白場以上的記者會 這是我第一次以主要演員的身份出席記者會 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二大媽這角色有多難演啊 從30期演到82歲 跨越了半個世紀 我哪能演啊 所以呢 我回到家之後 我就把這樣子一個近似荒謬的想法 事件的發生告訴了我們家人的群組 結果我兒子聽了之後感動的哭了 那個留言特別好 我又專業笑拼聽 那女兒也非常的激動 她們都覺得這個意義太美好 太重要了 而且還安慰我耶 媽媽 你即使沒有演得像伊姨阿姨那麼好 都已經不重要了 聽了我淚水也開始流了 所以我就緊緊思考 小平導演 我來打電話回去 她說我是那份歷史的共生者 她覺得沒有辦法替換觀眾的情緒 嗯 嫁給了國修我就想啊 我嫁給一個編導我一定有最多的戲可以演 哪曉得屏風衣成立 拉班走唱 故前故後的做所有的行政工作 我哪能上台演啊 頂多呢就是去替補 臨時出狀況的演員 沒辦法上台的 所以呢 我演過宮女 可是這宮女啊 在舞台上都是打橫著走 為什麼 因為那個戲服後面我拉不上來 我也常念著國修 怎麼你就為父親母親兒子女兒 甚至兒時玩伴都創作了作品 就沒幫我寫一個呢 所以 金小平導演這麼一提議 我就在想 這莫非也是國修的心意 這莫非也是國修 早就預備好 在楊麗英知道這個消息 他非常的讚許和鼓勵我 他說 王月亮 你就是屏風的二大媽 是你一直在當家 原來是驚喜歧視度 原來在國修的半自傳作品裡面 我已經在裡面了 西海面開眼 驚喜歧視度 已經深深的歧視著我 謝謝大家